大家好朋友们 河北省的一个政治人物吧 一个当官的出事的啊 留学库就长这模样啊 看见了吗大家 留学库啊 这个天涯社区 一个网名叫仗义直言不悔改的网民 发了名为是老虎还是苍蝇的帖子 实名举报苍州市原市长留学库 其所罗列的犯罪问题 内容具体 时间地点人员记录的非常的详细 很快这个知名的网站都纷纷的转载 留学库男现年60岁 这个说的是18年的事啊 原河北省仓州市市长 97年至13年4月担任廊房市副市长 仓州市市长 河北省发改委主任 利用植物便利贪污受贿人民币2个亿 受贿房产21套 分布在北京廊房三河石家庄深圳等地 其中留学库本人名下三套 其女儿叫刘敏 名下13套 这上面很清楚 还有刘敏的身份证号 1328221978 02171229 78年的啊 她的女儿78年的 输码的啊 儿子叫刘正 身份证号131028 1986 0910 1235 名下三套 儿子是86年的啊 86年 属虎的啊 其妻 老婆叫高家荣 身份证号130 130103 1967 0910 1820 她老婆67年的 是属羊的啊 属羊的没多大岁数啊 67年的 那比她年轻不少呢 是吧 可能是第二个老婆吧 是吧 67年的 她女儿是78年的 她总不能11岁的生孩子吧 应该是第二个老婆了 是吧 名下一套啊 其情妇叫王红灵 身份证号130103 1967 1967 0910 1820 啊 这说的不对 我刚才念的是情妇的身份证号 对不起啊 名下一套 情妇是67年的 今年是54 今年是54 这是18年的帖子 三年前那会他51 啊 她的老婆高家荣啊 那岁数大了 高家荣是132822 1951 0222122 名下一套 那个那他老婆是 呃 1951年的 1951年的话 那到了这个 2018年是多大岁数 49 49 加上一个18 那是67啊 67 啊 但是说这留学库 现年60岁 难道是他老婆比他大七岁吗 还受贿宝马车 沃尔沃汽车 奥迪车 一共是五辆车 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这特别详细啊 1999年12月至2003年3月期间啊 差不多有三年左右啊 一二三 不到三年 两年多的时间 留学库担任廊房市副市长 违规审批农用耕地2000亩 给三合市某公司 然后受贿房产六套 其中其女儿名下四套 这四套房产 你看地址特别清楚啊 北京市崇文区 幸福家园二号楼1405市 幸福家园就在幸福大街那边啊 幸福大街就原来区政府 区公安局区委 崇文区都在那一带啊 幸福大街裴心街 还有原来北京市车务科啊 那边有一个崇文小学 是我的客户 还有一个大宝化妆品吧 都是聋哑人啊 都在那一片啊 离那个瓷器口什么的不远啊 还有北京市昌平区 王府公寓 三区八号楼3010 王府公寓就在平西府啊 还有王府花园 王府花园的院里 我认识三个人啊 其中啊不包括 我说这仨人还不包括 郝海东就在王府花园 他自己有一个独栋的别墅啊 王府公寓啊 三区八号楼301 当时的购买价格是480多万 还有三合市烟郊开发区 巨马山庄别墅两处 当时购买价格1000多万元 留学库名下一套 廊房市契园修契的契 契园小区12号楼 四单元301至3020 当时的价格120多元 120多万元啊 他妻子高家荣名下一套 是北京市大兴区 渝阀镇 渝阀有个工业开发区啊 那儿那儿有一个叫统一润滑油 那儿的总经理 是一个1966年数码的啊 是我原来的老同事 火鸟色拉油油厂的老同事啊 这个渝阀镇春荣里 春荣园三里八号楼 三单元601 当时是30多万 该房子是某公司为讨好留学库啊 将其妻高家荣女儿刘敏儿子刘正三个人的户口从河北大厂县迁入北京时向留学库行贿的同时该公司还为其三人缴纳了50元的50万元的叫进京投资款啊 你的落户不是白落的交钱50万仨人啊 可以啊 这个留学库啊 捞了不少钱啊 是吧 就一个廊房的副市长就捞好多钱 他老家应该是大厂县的啊 河北大厂的 好吧 先聊这一段就特别长啊 这里边的信息特别的详细 谢谢大家